好 我們來看到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說 對於這個新冠疫情的議員調查 因為缺乏了疫情最初 在大陸散播時的原始資料 所以現在面臨了一些阻礙 那麼世衛領導的這個專家團隊 先前曾經已經花了四個星期的時間 到了大陸和大陸的研究人員 一起在這個武漢市裡頭 還有這個周邊的地區進行調查 然後今年3月的時候 是發佈了聯合報告指出這個病毒 可能是從這個蝙蝠 透過其他的動物再傳給人類 但是美國還有一些其他的國家 還有某一些的科學家 對這樣的結果並不滿意 所以要求要進一步的調查 尤其是要調查這個研究蝙蝠的 武漢病毒研究室 那麼這個 世衛的計畫是要前往大陸 展開這個進一步的調查 特別要查看這個武漢一帶的實驗室 譚德塞就敦促陸方說 要以這個透明還有開放的態度 配合第二階段的調查 他強調呢 排除實驗室外洩導致疫情這樣的假設 言之過早 畢竟這個實驗的意外 有可能會發生 對此呢大陸外交部也做出了回應 一起來聽一聽他們雙方的最新發言 arrived 我實際 setup 錯解 鳩 對 中方注意到谭德塞总干事和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的溯源计划草案 中方专家正在进行研究 中方在全球溯源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溯源是科学问题 各方都应尊重科学家的意见 尊重科学的结论 不应政治化 那么现在传染力更强的Delta变种病毒是快速的扩散 也导致了新的确诊病例大增 在法国今天是再度通报新增了超过1万起的病例 累计的病例数超过了584万例 法国上一次单日新增超过万起病例 是在5月底的时候了 那菲律宾昨天也通报新增了有5600多起的确诊 累计病例已经达到了149万6千多例 另外还有26000多人病逝 那么这个当中新增有16例 也就是感染了Delta的变种病毒 截至7月15号呢 菲律宾是已经验出了有35例的Delta变异株 确诊个案 其中有两个人病逝了 为了要防止这个更多的Delta变异株 传入菲律宾的境内呢 所以玛尼拉的当局呢 14号就宣布说 从7月16号到31号 禁止14天之内曾经造访过印尼的旅客入计 那么到7月31号之前呢 也禁止14天内曾经造访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 还有斯里兰卡等7个国家的旅客入境 另外呢 他们也正在研议要禁止这个泰国 马来西亚等等 现在这个Delta变种病毒确诊 暴增国家的旅客入境 讲到这个印尼呢 昨天是新增了5万4千人确诊 还有1000多人染疫身亡 再创新高记录 而且现在印尼呢 是已经取代了印度 成为目前亚洲地区疫情最惨重的国家 那么印尼是全球第四大人口的大国 有2.7亿人当中呢 累计现在是有278万人确诊了 这个死亡人数突破了7万1000人 就有人很担心说呢 其实实际的状况可能 比起这个通报数字反应的还要更糟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呢 来不及筛检 展翟表示说呢 如果这个疫情持续蔓延下去 印尼的卫生照护体系 可能会被逼到灾难的边缘 国营媒体安塔拉新闻社就报道说 印尼有12万张的病床 现在已经有9万张被使用了 已经呢 而且有部分的医院没有氧气可以用了 7月初的时候 在爪哇有一所这个医疗设施呢 也是因为氧气用光了 所以导致超过了60名的病患身亡 印尼的这个卫生部长布迪就表示说 当局起初没有意识到最新的这一波疫情传播速度会如此的快 印尼政府同时呢 也是在全力的在为民众施打疫苗 但是根据这个CNN的追踪 目前呢 只有大约5.5%的人口接种了疫苗 卫生部的数据也显示呢 在这个雅加达地区 大约有200万人完成了疫苗接种 但是呢 只有占首都人口的18% 专家就表示说呢 印尼当时没有执行严格封城限制 也没有充分的投资开发 能够追踪确诊者的这个足迹的疫调系统 导致他们现在尝到了苦果 那么全球疫情还在烧 世卫组织也警告说呢 将会出现更多危险的变异病毒株 目前Delta变异株呢 在全球大流行 每天新增的染疫数呢 飙到了50万人 法新社就统计了各国官方的数据发现 现在世界各地的病例呢 一度下降之后 从6月底开始呢 又再次的飙升 7月13、14呢 每天都增加了超过54万人染疫 世卫就表示呢 疫情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也提醒所有的民众呢 非常有可能会出现新的 而且可能更具危险性的高关注 变异株在全球传播 要控制的话呢 将会更具挑战性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国际讯息 提供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